有这么一种黑科技材料 摸起来如同橡皮泥一样柔软 但却能在外力的作用下变得坚硬无比 只要你温柔对它 它便会温柔待你 反之一旦对它施加暴力 它便会和你死磕到底 这种吃软不吃硬的材料究竟是什么呢 它名字就叫第三欧 近些年它在美国市场大放异彩 这是一种特殊的高分子材料 从外表看 它的科技感十足 从性格看 它的特色也较为鲜明 深受大众追捧 目前全球有成百上千种产品用到了第三欧 比如我们爱不释手的手机壳 以及头盔 手套 护膝 防干衣等等 别看它常规状态下 柔弱不能自理 在防重力撞击这块 可是有自己的一套风格 因为第三欧材料是一种非牛顿流体 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后 便会产生欲强则强 欲弱则弱的特性 第三欧问世后 两副面孔的不统一 使它迅速发展为科技界的新宠 目前第三欧可以运用到的领域十分广泛 在防碰撞方面 它的作用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做不到 有人曾幻想 将第三欧运用到车身上 就可以减少汽车碰撞时不稳定的摩擦力 避免一场又一场车祸 问题来了 你还认为它可以用到什么方面呢